本节目由21S OPPO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照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没有前后2000万拿好一丝来破案 OPPO21S拍照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抖音越玩越嗨半暗脑洞大开 感谢酷到没朋友的音乐短视频 抖音APP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三种身份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由以保提供的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侦探若两次都投对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 今天是童话历217年10月24日 就这个是一项最强大的芒果博 博王的生日 今晚王宫里将为博王主办盛大的生日业会 而我呢就要作为嘉宾 将在展面上为博王盛弹唱最新的歌 Nanana 什么 你们问我是谁 听好咯 我就是这个芒果博 勇气最高的美少女 最红帽 Lonely Heart 我像邻居到处打听我的HAPPY 爱得到张族 耳朵不说带我走 订了餐厅只会刷座我家门口 拼到外头领导 就拍一起棒的show boy 从猫咪聊到现象游戏 Much waiting driving crazy Sail love me be my baby 没心想看都画没半句 You're a crazy show I can't be shy but not be shy 爱放在女孩的心上 是最珍贵的宝藏 拒绝测试我的耐心 就直接说爱我 Nanana 恰恰爱Nanana 我们没锁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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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Nanana 恰恰爱Nanana 说谁还有WOW WOW WOW Go I see 当游戏 以为很幽默 爱刷星期 没肩膀 做 momento 讲歌变朋友 webcam 英语来 nanana 悄呈爱Nananana WOW 如果要想知道 youngest 如果要想知道 你的 wh声 促嘴 在我学前 成长帖兔 一味不明 莫 了 放在女孩的心声 是最珍贴的宝藏 拒绝测试 我的那一心 就只剩說愛我 Nak nak 恰恰愛Nak nak 我滿沒所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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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LOUD ON LEAVE Nak nak 恰恰愛Nak nak If you don't want to know 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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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don't want to know 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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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謝謝大家 這是我的新歌 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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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 謝謝 好評 languages 國王 除了表示我對您的尊敬 我特地帶來了我們OPPO國 最新科技OPPO R11S 謝謝 謝謝王子 還有前後兩千萬大眼睛 前置 天使之眼 後置 惡魔之眼 我讓你在白天黑夜 都能拍出最美的照片 謝謝王子 謝謝王子 那我們一起來合一張影 好 合一看 壹 二 三 鞋子 我给两位尊贵的嘉宾拍 OPPO 21 S 小矮人 我怎么看不到你呢 突如其来的挑衅 是对了 好的 谢谢 谢谢王子的大礼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拿起酒杯 拿起酒杯 容我为国王送上祝酒池 亲爱的贵宾们 今天是伟大的芒果国 为国王的生日 这个惊喜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 为她庆祝 祝贺她生日快乐 好 酒量 大家合起来 大家合起来 作为国王的王后 和心爱的妻子 我衷心地祝福她 越来 越来 越厉害 越来 越厉害 越来 越 越来越来 越来越来 越来越里 越来越多 最后还 天哪 走 奇怪 怎么会在这里发生了这么奇怪的命案 柏王他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你嗓音怎么比柏王还粗呢 那个公主你能不说话吗 不能 你每次说话都想哭 她到底怎么了 我的妈 她是被你给吓死的 这是你妈吗 是我的继母 怎么了她现在 她怎么了你自己摸一摸 恰恰麦 她刚刚有没有气 对 我死 我 她怎么了 这是你女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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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柏哥王子 你为何要如此糟蹋自己呢 这是一种联姻 王子 向你表示深深的敬意啊 你们不要开玩笑了 我今天就是专探 这是我 这个地方头是要磕响的 要磕响的 要磕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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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软的 这位侦探的智商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对 我们选择的 本来就不太好用 还把自己磕傻了 好嘞 来 我应该我按道理应该是上不来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她已经上来了 就直接这么高 你怎么就这么高呢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上来看看我是不是也是一样高 你知道我上得来吗 我身高跟这个一样 那你手过来 好 好 真的可以上来 上来还是没有比较高 这是我人生站得最高的一刻 人生就巅峰了 很累了 今天呢是童话历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为了庆祝国王的生日 王果国王公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梯台秀 在走完秀之后呢 正在台上至子的皇后争斗 突然倒地身亡 死亡原因不明 前仪人锁定 魏国王四十岁 魏公主十八岁 魏南寿 王子 二十岁 王子 二十岁 大七 三十七岁 中标不明 以及 一名身份来历不明的快哥 多愿 我们去讲一下 人死前你们都还做什么 好 我能换个矮点的凳子吗 脚找不了地 你可能可以往前做一点 这已经是我们国家最矮的动作了 你这样好像袋鼠了 这样好了 我对你们呢 其实都不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就请我们的一国之王先说呗 我就是极美貌与才华一生的 芒果国的国王 死者是芒果国的王后 所以我跟她的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 你怎么了 要脱衣服 有什么东西吗 就是脱衣解带的关系 好 脱衣解带的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请国王旁边的 请问你是 我是这个世界上 我不行 对声音我受不了 我是这个世界上 不行 这个声音我更受不了 我是用正常的声音说话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公主 我的皮肤像雪一样白 我的嘴像雪一样红 我的头发像 我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 什么东西 乌木哪黑了 公主是什么 乌木吗 王子 我的头发不是像乌木一样黑吗 不是 你这样说 你说 我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 但是现在有金色的阳光 撒在我的头上 来 再来 从头 我的皮肤像雪一样白 五千里 不居然黑了 我拍照 我的皮肤像在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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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请 这个OPPO国的王子说一下 我在OPPO国里面呢 非常受爱胆 但是 就跑到芒果国来了 我邀请他来的 我邀请他来的 受害人跟我关系是 丈母娘是吗 准丈母娘是不是 所以你们俩的关系 已经好到要 什么 我们俩的关系 我想大家 从那个动作里 不难看出 明白了 有你 放开这个孩子 好那 你隔壁这位 你是谁 我是隔壁森林里 最伟岸的男人 那你的身高多少 世界上没有尺子量得出来 因为所有的尺子的起点 都太大了 那你跟尺子是什么关系呢 我仰慕他 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我仰慕你们 今天是国王的生日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我今天已经昭告了天下 全国颜值九分以上 身高一米五以上的人 才可以进我的王国 你是怎么进来 因为你们的安检系统 对我没用 我过的时候 你们安检机都没响 甚至你们的安检员 都没看到下面有个人 好的 请问您是 呵呵 你是来这边呵呵 就呵呵 就呵呵 这样 呵呵 你说谐音和 你是和神秘人吧 这么神秘 那你跟死者怎么关系 仰慕啊 就是仰慕 他是王后吗 这个跟你 这么多人仰慕 你戴帽子了 帮我换一点皇冠吧 对这个黄色的 换成绿色的就行了 那个今天你们都在做什么 在梯台前有没有见过皇后 那就先由你说呗 好 今天下午在王宫里面 稍微地转了一转 然后在六点十分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场 我此生非常后悔的 辣眼睛的走秀表演 我正准备回去洗眼睛的时候 这个时候王后来致辞 然后就死在了我们众人面前 我感到非常的差异 所以六点十分 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对 好的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撒青 你请问你今天下午都在干什么呀 我今天下午一直在匍匐前行 贴地飞行 我就在皇宫里转悠 因为今天是国王的生日 所以你下午也在宫里晃晃 你都做了些什么 转悠 那六点十分你跟我们在一起就吧 对啊我一直坐在那里 国王还来给我进去 难怪我一直没看到你 好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欧果王子 我早上八点钟跟国王聊了会天 十分钟不到吧 就崩了跑起来了 然后八点十五的时候 见到王后了 她说这个国王就是这样的 说国王脾气差 然后最近脾气大 因为他生病了 在喝很苦的药 所以你多原谅下他 然后我就走了 等一下你生病了 目前没事 那你生病生多久了 二十号我就生病了 然后一直在吃药 今天是二十七号 对 也就是一周了 对 得了一点小感冒风寒 好 王后的尬聊也尬聊完了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呢 就发现了一坨 辣眼睛的东西 一坨 所以我 你发现他的时候 他是在路当中 还是在靠边墙根的地方 这是王子呢 当那儿众人面前 他就这么说 其实我们两个私下里聊的时候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就叫你小妥妥 对不对 你说你继续说 然后就跟辣眼睛的公主 十一点 十一点 你跟公主在一起多长时间 她不到十分钟的样子 什么 这是他骂我吗 没有 你居然能跟她坚持聊十分钟 你跟公主之间的 这段时间是愉快的吗 没有吵起来 没有吵起来 但是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懂了懂了 都是崩溃的 后来我就准备舞会了 就没有了 有一次后来就是回到自己的地方 然后六点十分到这里 那公主你呢 十一点的时候 我跟我的小王子 我们见面了 然后呢 剩下的时间呢 因为今天呢 是我父王的生日 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天 然后我就做了许多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我老奶奶过马路 捡到一盆钱 交给警察收拾 然后下午就这样结束 然后直接就来这儿了 六点十分 那你们这些人有讲的也没讲 但是起码我说了 我十一点的时候 我们俩在干嘛 放开这个孩子 好 下一位 早上八点 我跟王子见了面 我们俩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 然后就在房间试我的新衣 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 我开始来彩排我的生日派对 你一个人彩排 我跟王后在彩排 就实际上你跟三点钟彩排完了 就没再见到皇后 一直到晚上 生日派对开始 不是不是 四点五十的时候见过王后 你干嘛 跟她谈了一点事情 谈了十分钟 有争执吗 没有争执 她是最后跟王后独处的 好的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只有国王跟王子有见过皇后 其他的时间线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进行搜证吧 第一轮现场搜证 我们下期见 主要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来 我们拿探案神器咯 我这探案神器跟你好搭啊 是不是 你勾不到 你勾不到对不对 那你求我帮你拿 我是不会求人的 那我就 你歹毒的心肠 有我 哦 你好爱人 走吧 好 赶紧搜证 来 这是你的地方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森林 这里的床 这是个棺材吧 这是我的区域 你的区域也太大了吧 这里是我的房间 我的别墅 跟你的皇宫比也不差到哪去 看起来比较接地气 但是这里更加自由 有更加新鲜的空气 有更加和善的小动物 不像他们王宫里勾心斗角 如此地复杂 那既然走到你的房间 我就来你的房间看一看 七哥 这是你的帽子吗 对 这只是我众多帽子中的一顶 还可以 你们慢慢参观 我去找证据去了 皇后身上的脖子旁边 有一个奇怪的痕迹 像是被谁的嘴唇 轻轻地吻上去的 我们一开始都怀疑可能是因为 他喝了杯子里有毒的酒 中毒而死 如果说那个湖里的酒是有毒的话 我们很多人在现场喝的 都是同一个湖里的酒 所以可能我们都会中毒身亡 这七张床才跟我的一张床 都三分之一差不多到 那个床也太小了吧 这个也太小了吧 他超奇怪的 他有七个人 他是不是可以变身 他可能可以一下变扎一 一下变扎二 一下变扎三 一变身扎 变扎四 一下变扎五 然后一下又变扎六 然后又变扎七 你说什么都对 然后变扎着 他的房间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他房间是有东西的 他这不是有个小柜子吗 有钥匙吗 不用钥匙 总有一天我要彻底地 把王后踩在脚底下 他现在拥有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他为什么要把王后 踩在脚底下呢 他不被王后踩在脚底下 已经很幸运了 小矮人真好骗 我说什么他都像 他不是小矮人 这有可能不是他的本子 这是谁的 这肯定是个女生的袋子 但是具体是谁的袋子 就不知道了 他很奇怪 我觉得他不是小矮人 我们去看一看 死去的王后吧 好 发现什么吗 我刚刚发现他脖子上有个勒狠 我刚刚就发现了 但不一定是勒狠 我就是抓狠 袋子是谁的 袋子在哪发现的 这边 那就是那个谁的 那个和 这是谁 这是什么意思 哈哈 你的微笑编织了一个奇妙 对 他另外一半叫哈哈 那他们一定是开心的一对 你们看一下这个 我恨你 你这个肮脏的男人 最丑陋的半兽半人怪物 你一辈子都得不到真爱 你不会是野兽吧 超级变变变 花心男性 被诅咒者会随机变成 外貌丑陋的怪物 黑魔法巫师 巫师可以在危急的时刻 将自己封印至附近的 以下物品中 巫师身上与物品上 会留下相同的标记 这么神秘 我知道了 他是巫师吧 应该是 这是我的刀啊 这是我的刀啊 他为什么要拿我的刀啊 给我拍起来 我们去大房间找 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要去喝喝 大房 他没有房间呢 这是他变过的人是不是啊 对 这应该是他施过法的案例 花心浪 那这个就是你啊 小爱人 对啊 对不对 你刚看出来吗 你曾经 我曾经也有一米八 现在只有一米八 我先去找公主好了 这是公主的健康手册 不是 但这个本本在这边很奇怪啊 四月九九年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公主 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王后的 这是她的 她的生母啊 她超奇怪的 这公主确定是你女儿吗 这里 魏公主的房间有一个美女与野兽的话 为什么公主会有这个 你的时间还有五分钟吗 有一个公主她有一些漂亮还有一些可爱 真就是这个公主 芒果国王收留了这个公主一宿 原来有一颗豌豆藏在床垫下 她那个故事就是豌豆公主的故事 这是啥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各种药物 她不会是自己把自己给活活堵死了吧 谁的房间里面有神灯 谁的房间里面有神灯 阿拉丁神灯 神灯是神灯 不是神灯 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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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神灯很奇怪 被包在里面 然后里面是空的 小Miro跟我说 不能告诉别人 他会说话这件事情 什么意思 所以那个镜子会讲话 他在跟小Miro谈恋爱 Oh my god 国王 你2017年7月说你变了一个人 变了吗 他说你只知道要拍party 不关心博士也不关心我 果然只愿意陪在我身边 只剩下我的小Miro 小Miro是谁啊 不要装傻 你怪怪的 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 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 好 先帮我找个钥匙好不好 巫师身上与物品上 会留下相同的标记 这个是不是那个印记啊 哪个 R 只有镜子梳子 只有镜子 有可能 时间到请离开现场 搜证了 特别像王源在帮助一个老奶奶过马路 对 快拿我们的太岸神器 OPPO R11 R11 来王子你先拿 你先拿 好 我进去吧 哈哈哈哈哈 哇这里好好看 这个景点真的好漂亮 快来 咱就先搜一个屋 先把这萨七子搜了 行 我告诉你怎么搜 我听听看你怎么教他 瞎搜 看着这些瓶瓶罐罐的 这里头都有可能有问题 别太粗糙 能细心一点吗 底下 底下那有个啥 拿出来 这个不得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看 这是关于我们两个的 小秘密 你俩已经结婚了 看这里的都是啥 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 嘴唇像雪一样红 头发像乌木一样黑 那不就是我吗 思你思你就思你 你看 这个不是萨 对 这是我妈妈 她们俩是一对 萨七跟我的妈妈 菩萨罐皇后 怎么会有关系呢 是怎么回事 快点找吧 你看那些床上枕头什么的 啊 怎么了怎么了 我的王冠有没有掉 没有 不能低头 皇冠会掉 我去搜证了 还有啥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什么呀 我觉得你爱上了一个 很不靠谱的女孩 为什么 你看 她这个是有盲纹是吗 怎么那么可爱 不是盲纹 是有人写过字之后 踏在这上面了 但是那一页被撕掉了 所以 我们要把它还原出来 我们用铅笔画一下就可以 聪明 这有支笔 宫中有风言风语 说王后语 侍卫和男仆 盛世亲密 这一年 一七年 九月十五号欢迎你的到来 然后十月二十七号就不准你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不准你进境内了 国王下令 将所有卫兵及男仆处以死刑 我的小王子 让我来看看 你这个小屋 他调查我 他是有居心的 人家搜我房间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你自己心里有数吗 没有 你为什么爱我 你是爱我的容颜吗 不爱你 不爱你 你为什么要 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现在要过去 不爱你 南雪公主现在是 要吃没吃 要喝没喝 墨镜墨镜你告诉我 世界上最美的人是 是 你怎么买啊 你哪来的钱买鸡腿吃 我不管有钱买吃的喝的 我还有钱买自行款的衣服和包包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因为我用钱站APP 只要手机号和淘宝信息 就可以轻松申请借款 所以我说的这些 有钱站就搞定了 借钱上钱站 这里有毒苹果 他假扮了这个女巫 用毒苹果把我吻晕 然后再把我闻醒 这有解药 小孩跟我在一起 这有一个兔兔 OPPO国民人手艺 一个由神兽天猫派送的 阿神器 阿神器有前后两千万的大眼睛 有了他OPPO国民有如千里眼 顺风耳 那不就是这个吗 OPPO R11S 这是啥 吃过的 这不是吃过的 这可能是在做的毒药 номWS 我可以解释 好喝 участ 好冷 потета 送魏公主白色公主群 8位 安尊 这还有吃的 会不会是王后吃了这 这些东西中毒的呀 不应该也挺健康的呀 你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星空粉服用后活不过七秒 黄色的花蕊变蓝 花蕊变蓝了 小黄花蕊 好多小黄花呀 就在萨奇的房间的门口 找到了这个黄色的花蕊 上面有这个花蕊 我们把花蕊拿下来之后 我们就验到 其实是王后就死者死的这个酒杯上 是有这个粉末的 来 你们来看 我问一下我可以用医保吗 赞助商会不高兴吗 不会 不会 对不对 我看我一起来验毒吗 我看我一起来验毒吗 真空粉 这是国王的皇冠是不是 对 那我给他带走 你就想当国王 已经非常亲切了对吧 你与国王有多少个距离 九十九个 我的小王子 没有想到你第一次来 就干了这么大的事 我的网址 这是什么这个是 哪个信 哪个信 这个你知道吗 这就说明这是公主给她 爸爸写的信 你好坏啊你 你知道你害死多少人吗 这是魏公主写的吗 我觉得那个笔记本是公主的 这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个手电筒吧 但是为什么蓝色光啊 验钞 那这个是什么 搓衣板是要跪搓衣板 不是这个她应该洗衣服 这是公主的房间 公主怎么会自己洗衣服呢 也有道理啊 我要是公主 我才不自己洗衣服呢 魏国王里真逗皇后 十九 哇 喝喝喝 这个真的是有东西 你来看这里 什么东西啊 你看 我照这个画上面 他写的 i'm the queen 魏公主 这么有野心 时间到 请离开现场 哎呦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公主是 很有野心的 她应该想窜位 窜到皇后的位子上 我比较怀疑是公主 但是我觉得萨妻和公主的 关系也不简单 我 是今天的侦探 我来梳理关系了 她呢 是皇后 她跟她呢 关系是我没找到问号 但是她跟她呢 有一腿 她跟她呢 是母女 但是不合 这个呢 跟这个呢 我觉得是冒合神离 曾经好过 但是有点问题 她跟她呢 我觉得她们有一个隐藏的心 好 这个就是我的 人物疏离 好 等大家来吧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找到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证据吧 对 我很不愿意的第一位是她 是我吗 魏公主就是你 我的皮肤像雪一样白 我的嘴唇像雪一样猴 我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 我的美貌令人羡慕 遭人嫉妒 让人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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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集 就要一直这么熬到最后 对的 好了我先说了 不开玩笑了 首先呢 我的小王子 他告诉我 他在他们的OPPO国 是一个非常受人爱戴 这么一个小王子 他也有可能变成国王 但是我从这幅图上看 我跟王位也有 那99个哥哥的距离 就是他跟王位 就没什么关系 我就解释一下 我是OPPO国 第一百位王子 为什么叫我白马王子呢 因为 其他99个哥哥出去打猎的时候 我就只能给他们牵马 所以说我在王国内的称呼叫 千白马的王子 但简称白马王子 就是我不否认我想当国王 就是肯定每个王子都想当国王 但是我和国王之间距离 却是非常遥远 而且我在这个国家 说是王子 其实就是过得很惨了 你看后面那张图 那是我的母亲在受虐待 我在旁边哭 娃娃地哭 所以说我要逃离OPPO国 才来了这个芒果国 他在来这个国家之前呢 他的一个白马 他说 我为您调查了芒果国王室的关系 请您熟记于疑心 就是他来这儿呢 他就是有目的的 我是一个就是有身谋隐略的人 我来之前我会先做准备 第二个我在国王的房间里 我发现了箭 箭上有雪 然后我发现了撒漆的这个屋子里 有弓箭 那个弓呢 它本身配置是小矮人用的 所以那个弓会比较短一点 不许说我那儿的东西短一点 正常的 男人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长的弓 这怎么还有 所以这个弓是不是你的呢 我不知道 我压根不知道 什么带血的箭 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箭我要讲一下 箭你说 这个箭是我9月15号 在外面狩猎的时候 被一只箭射中了我的屁股 是你狩猎 还是别人狩猎你 我狩猎别人 但是被人狩猎了 所以箭上的血也是你的 对 然后我被射中屁股之后 就是这个欧波国的王子救了我 救了你 但是是谁想要射杀我 我一直没有查到 有谁知道这个弓是谁的吗 我不知道 你说不说 弓到底是谁的 是不是你的 跟谁说话呢 是不是你的 不是 这弓是不是那是谁的 谁的 我的 是我的 弓是你的 箭是谁射的呢 箭也是我射的 所以 我说我们的小王子的套路 不是一般深 他把国王先射了一下 射完了之后 然后再去救他 你是不小心射到我的屁股 还是专门射我的屁股 专门吧 我想要打入芒果国内部 我想要在芒果国来生活 我怎么了 我说我是欧波国王子 我说你们射留我 那我不要面子的 你射我的屁股 我不要面子的 所以你 你得让我想个法子 好 好 机会是有准备的人 然后我就 瞄啊瞄 我就瞄准了国王的屁股 然后就 射了一件射到他屁股上 然后 他就倒地了 那个时候我就去把他救了起来 然后国王顺利成章了 就把我带入了芒果国 敬佩敬佩 所以他很聪明 他想要变成这个国家的国王吗 他第一步他必须要跟我联姻 他想当这个国家的成龙快婿 他这个确实是没招了应该是 小王子 他不是说因为我的美貌 我原来一直以为他爱着的是我的美貌 哎呦妈呀 这样我就放心了王子是正常的 然后呢我在宴会厅里我发现了一个袋子 那是我的包裹 对 然后呢我看见一幅画 画背后说哈哈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所以呢 这个哈哈是谁 他是我的爱慕的对象 就是没追到嘛 不要说那么直接 那袋子里头有一个超级变变变的大魔咒 就是有个巫师 这个巫师呢把一个国王变成了野兽 那这个跟我的父王非常像 所以你会魔法对吗 我是一个从小学习黑魔法的一个 我不说我不觉得是巫师了就是我喜欢学黑魔法 学黑魔法的过程当中让我面容有了一些改变 所以我脸上长出了这么一个印记 但是只有哈哈这个小姑娘把我当做普通的小朋友来对待 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就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她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她突然就被招进宫做了女仆 后来辗转通过宫里传出来的消息我才知道 哈哈在宫里自杀了 我后来了解到是因为我们的国王是一个非常花心的国王 哈哈也没有逃脱国王的魔掌 他也就因为跟国王的关系 后来导致他并不能得到一个名分 所以他才自杀了 他死了之后 我开始非常的恨国王 所以我对国王施了我的一个超级变变变的黑魔法 最后我还有一点想说的 国王一如既往的像之前一样非常的好色 虽然他的妻子刚刚的去世了 然后他却想要把鬼红帽化作他下一个想要侵犯的目标 什么叫侵犯我是喜欢他的 人家国王有九十九个兄弟呢 你有一个小公主不就够了吗 我不是够了我是够够了 我们去跟他联姻 跟他九十九个小皇帝联姻 你一个人对九十九个 我也是想要为父王出一份力 你想出一口气吧应该是 是 你先说你怀疑谁 我现在怀疑的人是 国王 好 下一位我们有请圆圆王子 首先呢我从这张自拍开始解释一下 这张自拍有什么重要的吗 没什么意思 就是帅 恶心 我先进场的时候 我是首先观察了 王后死掉的那个地方 因为她是喝酒死掉的 所以我首先在怀疑是有人下毒 但是她是喝了里面的酒死掉的 还是因为舔到了杯子的杯壁死掉的 那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喝了酒 可能不会是 所以我怀疑是有人在 王后的杯子上面下毒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 王后这里有一个红斑 我不知道她是被亲了还是怎么样 我由此可以怀疑 因为我在王后房间找到了这个 这是她在熬药 现在吃药的人 一个是她 是明确的 这个药是不是你吃的 我的药每天都是王后熬给我的 但这个是不是熬给我的 我不知道 这个是王后吃的药 王后在吃药吗 对 我有听到宫里的仆人在说 王后今天在吃药 王后自己也在吃药 我觉得王后的这块斑 如果不是被亲的 那我觉得就是吃药 可能会想斑 这一上面写的就是说 我敢打赌 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 比我的小Miro更可爱的东西 它是个魔法镜 但是这里面会魔法的 觉得只有何神秘 但是这个镜子在这里碎了 我觉得如果是它非常珍视的东西 它不会让它碎掉的 我觉得这个碎掉的东西一定有故事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碎掉的镜子 在之前公主发现的那本魔法书里 记载了 在紧急时刻 魔法师可以把自己 附身在一个物体上面 但是它被它附身过的东西 将会留下和它一样的印记 我们有发现这个镜子上 有一个特别的记号 和何神秘手腕上的记号 一模一样 有可能它是附身在那个镜子里 但是它如果要出来 就必须打碎镜子 你是不是小B 我们的猜测是否正确 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魔镜魔镜 告诉我我就是魔镜 你们来问我呀 你们来问我呀 魔镜魔镜魔镜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我吐你脸 你们问点重点 魔镜魔镜 谁是凶手 我不知道 魔镜魔镜 你遇到什么危急的时刻 把自己封印起来 我被一个坏男人 国王 对 我被国王袭击 他把匕首插进了我的身体 而且是我的胸口 刚才已经说到 我非常恨那个国王的花心 导致了我钟爱的哈哈自杀 于是我就开始报复 所有花心的渣男 首先呢 我施了魔法 把国王变成了一个半人半兽的一个怪物 除非他在一年之内 找到一个真爱的人的一吻 他才可以变回自己英俊的模样 另外呢 我给一个叫萨琪的一个出轨男 施施了变矮咒 你出轨 我把它从一米八变到了一米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在树里面 遭受了一伙人的袭击 而为首的就是魏国王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是 他居然已经变回了他英俊的模样 他把一个匕首扎进了我的胸口 我用尽我全身的魔术 把自己封印到 正好路过的一个女子的镜子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恰好是公主经过的时候 对 当时是豌豆国的公主 我们几乎在一起待了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我非常恨的是 居然她后来也来到了芒果国 她就变成了王后 而且我就一直想要提醒她 离开她 离开她 可是她还是跟这个国王在一起 今天特别莫名其妙 下午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 镜子碎了 我出来了 但我不知道是谁 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我解救出来的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今天 我在唱歌给国王听的时候 你已经坐在那里 所以在那之前你就出来了 我是五点的时候 我三点多的时候 就是陪着王后在彩排 就是我跟王后彩排的时候 你也在 对 当时我还是面镜子 其实我特别难过的是 本来我准备等这个派对结束之后 我就会跟王后亮出我的身份 然后我就要带她远走高路 可以离开这个恐怖的不幸悍 但没有想到 她死了 然后这里看到这三张呢 这一个是清单 王后给公主 送她最美的裙子 拉巴拉巴拉耳环 项链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 王后要求猎人去保护公主 猎人的回复 那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王后对公主其实很好 为什么王后会会对你这么好啊 因为她就是一个天底下最好的 真斗是一个善良 特别善良 她对这个女孩本来就没有恶意 服装的女徒 她里面写了有一句 真不敢想象 公主殿下一个人住在塔楼怎么生活 就说公主的生活其实不好 而且要洗衣服 一个公主她怎么可能洗衣服呢 一个王子牵马呢 我一个公主洗洗衣服怎么了 所以你俩这就一对啊 好配啊 你俩 越到这里我就要问公主 为什么你要洗衣服 因为你看我的父亲 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的父亲 之前变成了一个怪兽 然后他遇见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就是花花 然后两个人发生了非常浪漫的故事 然后我的母亲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怪兽 并吻了她 吻了她之后呢 她就变回来了 她变回来之后呢 没想到这个人她是这样的 今天一尝她就觉得我母亲是个农村的 我母亲是个村姑 然后就冷落我母亲 就把我们发配到这个吉他楼 就我们俩只能干一些活啊 那为什么王后会对你这么好 王后送了你那么多东西 她对我是挺好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的母亲死了 这等于这个女的来了 我的母亲才 就抑郁了嘛 很难受她就死了 然后我继续讲 这是我发现很重要的条线索 我就在她的抽屉里面找到一个夜光灯 在公主房间看她的画像 发现她自己在她自己头上画一个皇冠 上面写着 I'm the queen 我想问问你 这为什么这么有野心 就是首先你看 我们俩是一样的 你看你也受人冷落 我这个也在西塔楼天天搓衣服 对吧 我想幻想她自己当女王 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母亲的死 我觉得你是有杀她的动机的 我还有一个线索 这是在国王的房间发现的 国王房间发现 这是在真妻的房间发现的 对 最近宫中有风言风语 说王后与她身边的侍卫们 世事清妙 就是说王后和这些仆人走得很近 在那个告示牌上又发现 国王下的指令说 把所有的男仆人都杀掉 然后我就怀疑是不是国王被绿了 我十五号收到的这封信 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把这个王后身边 所有的男仆和侍卫 全部都杀死了 因为我不能给她绿我的机会 这个信是谁写的 这个信我不知道 我知道 是公主写的 王后与她的侍卫和男仆 完完全就是非常干净 作为镜子我看到了一切 这就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 想要害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房间里面 会有公主的日记本 有一页虽然是白纸 但是上面有上一页被撕掉那个纸 留下的痕迹 什么 重点是我们没有想到 在国王那儿能够找到原件 无论从字迹还是笔记本的 所属都可以判断是公主做的 是这样的 我讨厌这个争斗 所以我就想办法就是陷害她 本来我希望国王以为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能把她杀了呢 结果她没杀了她 她把她身边的人杀了 就搞得 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想要杀王后的人出现了 然后还有这条线索 这个是 芒果国地图 在公主房间发现一个地图 很奇怪是萨琪给的 我母亲葬礼的时候 有萨琪是来看过的 然后她就给我留了这个地图 说以后呢 我有什么事 就可以去欧波斯林找她 这个故事我稍后会告诉你 好吧 那你最怀疑的是谁 怀疑公主 下一位是晨晨 你把这个萨琪变成了一个小矮人 那你变她之前她是什么人 这个故事讲起来啊非常的慢点 我现在想听 其实当年我就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男孩 当时村里的很多女孩 对我都有好感 但我心里真正爱的只有一个人 谁 Flower 而且我跟Flower都订婚了 所以那天 我在酒馆里和其他的姑娘们喝酒的时候 只是开心 结果她以为我对Flower不忠 结果就把我变成了这样 解除魔咒的办法就是 找一个女人换回真爱的一文 但我只想得到Flower 但那个时候Flower走了 后来我听说她进了王宫 变成了王后 然后生下了她 我不觉得是Flower跟国王生下了她 我觉得Flower是带着萨琪的孩子 跟国王在一起的 啊 啊 你们是哪一天分手的 一九八年七月 我是一九九年四月出生的 那就对了 唐天哪 我造了什么孽啊 剩下这么个闺女 爸爸 你还不是杀了我 或者我掐死她 其实你们这样越看 其实越看越像 我的证据就是这些了 你怀疑是 我怀疑 冯主你今天嫌疑特别的大 危险 下一位萨琪换你了 好 你看她好烦 人生就是这样 原本一个一米八的汉子 突然有一天 人生的起起落落 真是太刺激了 但是你的女儿并没有给你丢脸 长得一米八还高一点 你给我坐下 你给我坐下 对我来讲 过去的二十年 就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我本来想用一年的时间 找到一个真爱之本 首先我去找花朵 但我找不着它了 所以我又回过头去找村里那些 以前都对我好的姑娘 结果没想到那些姑娘都让我滚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 很多人的眼睛 看的都只是一副皮囊 所以我彻底灰心了 我也不打算再找 真爱之吻 就这样拖着我 坚强伟岸的身躯 来到了森林里 搭起了一个小木屋 直到有一天 国王昭告天下 说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我一算那时间 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 对 后来她妈妈去世 国王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 我就混在人群里 去看了葬礼 看见花朵 躺在棺材里 看见了八岁的小公主 我偷偷把那个地图 给我了 告诉我以后有什么困难 一旦你遇到任何困难 请到森林里来找我 我会无条件地帮你 这就是那个地图的来历 我一直很疼爱她 但是 我没想到她骗了我 九月一号 我出去打猎 回来的时候 发现公主在小木屋里 她跟我说 皇后 她的继母 虐待她 追杀她 她无处可去 但刚才我看证据 我才发现 皇后根本就没有虐待和追杀你 你骗了我 而且 把我的小木屋 当成了你密谋反攻的一个 一个大本营 爸爸你说你帮助我完成一切的 你在那写信 编造一些根本没有的事 我的闺女就这样吗 更可怕的是 九月二十号那天 公主居然在我小木屋里死了 我去打猎回来 发现公主躺在那儿 我一探没了气息 给我吓坏了 但是她一直面部栩栩如生 感觉就跟睡着了一样 然后 我就给她打造了一个水晶棺 那你是把她对折放进去的吗 对啊 那个水晶棺有点小 过了两天 来了一个王子 结果王子跌下头 对着公主的嘴 轻轻一吻 公主又醒了 因为我们在搜证的时候 在王子的房间 发现了毒苹果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那个证据 是一个穿着这样衣服的一个 这个衣服也在她箱子里 对在她的箱子里 她扮成这个老太太 她穿着一个老太太 然后跟我说 谁吃了这个苹果呢 谁就会变成世界上最美的人 对 我就说这跟我挺符合的条件 况且我有爱吃苹果 我就拿苹果 咬了一口 就吃掉了 吃掉了我就晕倒了 然后这个里头你看 这儿还有一个解药 有个唇膏是解药 这个唇膏 然后她把那个唇膏咔 抹在自己的嘴上 文王就给我闻醒了 总之 王子救活了公主 这一招 跟他 用剑射国王的屁股 套路是一样的 王子你这套路太深了 认吗 认吗 认认认 因为我在欧洲国受尽虐胆 我想让这个国家当国王 那我在这个国家当国王 要怎么当呢 我不可能把他给绑给 看看看看看看 那我也不是国王啊 那我就想 我说我要跟他唯一的公主结婚 那这我就能当国王了 但是 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想放弃 对 太丑了 对 但是后来因为我是一个 世界性很强的男人 所以我就忍了 忍了忍了 跟我一起看日落 男人中的男人 男人中的男人 故事就是谁啊 可以 有前途的效果 好 不管我们分析什么故事 什么人无关系 归根结底 死的人 死的人 是因为什么死 如果是中毒 毒代表 毒性的毒 首先第一 死者的活着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 投资 这个同应 如果不是被人欺负 如果不是导致他死亡 那 就是人要的 决定 而是 一定的一个是有差 换句话讲 选手一定是 设计一个长期 要让王后当作 可在投资 这样所有人都会封锁 投资 而这个时间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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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国王跟皇后 去彩排啊 对 还有他 还有你 所以你们两个是最了解 皇后会什么时候上台 因此他们两个人 是有机会去设计 的 把握好下毒的方式 从而让毒性在那一刻 准时爆拔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找到 能够在现场把毒 放进到酒杯 或者是放到 之前你说的 他熬的那个药 药里面 对 皇后为什么要喝药 首先我们要找到相关的毒 到底是怎么致死的 再来确定 谁有机会 触碰到皇后 可能会中毒的那些东西 下一个是 首先第一点 公主在萨琪的房间里面 留下了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里面 记录了公主对王后的恶意 这篇写的是 王后以为送几件 过时的衣服首饰 我就会感谢她吗 我才不会用 我就是要越朴素 看起来越可怜 仆人才会更加同情我 Sindie Girl 这是一个心地 有些阴暗的女孩 她对所有人都看不惯 重点是她也 并不是对七哥 有真正的尊敬和爱 她说小矮人也真好骗 我说什么她就相信 还好吃好喝的伺候我 但是因为小矮人知道 她是你爸 就是通过这些 你能表现出来 我真的是一个 心里非常阴暗的一个人 那这些东西 是她在你家住的时候 留下的 是吗 对 但是她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 另外 在公主的房间 垃圾桶里面我们发现了 好心的王后 写给公主一封信 她说 我为了今天晚上的派对 我送给你一个头饰 让你可以 出现在这个派对上 她拒绝了 不是拒绝 我觉得她是 愤怒的把这个揉成一团 跟垃圾扔到了一起 那个头饰去哪了 好 那我们待会再去找找 好吧 好 接下来 我就要讲到今天的重点 刚才 萨奇讲到了很多 关于毒的事情 我也觉得 毒是这个案件的关键 但什么样的人想要用毒 杀王后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山东基有关系 在萨奇的枕头里面 我们找到了一个小纸条 折好了上面系录了一个 叫星空粉的东西 这个星空粉是一个白色的粉末 它可以溶于水 请注意它是剧毒 而且不存在刚才 萨说的时间 它只有七秒钟的时间 而且重点是有一个办法 是可以去检验的 就是 只要遇到了小黄花的花蕊 就可以让花蕊变蓝 这个枝条在哪 你的枕头里 不是我的 你俩谁留的 后来呢 我找到了花蕊 我就开始寻找 首先 现场的酒杯 上面有非常少 但是明确的蓝色的点出现 这个时候在王子的房间 发现了 大量的白色的粉末 我检测了一下 就是星空粉 你发现有星空粉 那我就从头到尾 把我的梳理一遍 我们成亲第二天 就回去找了国王 对不对 就是今天早上 对 我就想说 我说国王 我先跟他套到近乎 然后国王就反过我 你觉得我的 国王的新衣好看吗 我就看见他裸个上半身 那我怎么说呢 我也不可能说不好看 我说 哇 国王 你是我见过最帅的人 你的肌肉真不完美 然后国王就生气了 他骂我蠢 然后我就把我赶出皇宫了 我就想我说 我前几天我还把你救了 你还跟我成兄道弟谈笑风生的 那你现在说翻脸就翻脸 那我肯定很气啊 但是 因为我已经跟公主成亲了 而且还有证婚人 我要怎么当皇帝呢 我这把他杀了 你是想怎么杀他 在什么时候 参加舞会那天 我是随身带在身上的 就我还没用的时候 就随身带着正准备下手的时候 我就 有人了解当天晚上的流程吗 会不会是因为有人想杀他 但是流程变了 是他想杀我 结果把皇后给堵死了 非常有可能 他原本死的人应该是国王 不是皇后 这一次的死者没有那么该死 所以有可能其实凶手 不是要杀王后 所以杀人动机 变成不是唯一一个考虑的理由 对 这里面有人可能是想杀国王 有人恨王后有人恨国王 像我就是恨国王的人 然后王子是真的是要杀国王的人 等于我要创问 诈欺的话 我是杀王后的 你要杀王后 对 你肯定是要杀王后的 不不不 我是要杀国王的人 我杀王后没有用 我只有杀了国王之后 我才能继承这个国家的皇位 我杀王后有什么用呢 杀王后只会给你换一个后吗 对 那好那我怀疑他了 我怀疑他了 好侦探总结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谁的 一个神灯 一个阿拉丁神灯 这是他的吗 这是他的吗 这是我的吗 你的 对 是干嘛的 我的宝贝 但那个灯呢 他现在只看到一个包装 灯找不到了 好吧 我的总结呢 就是刚刚你们已经探讨出来 皇后是被那个什么七秒的毒 给毒死的 下一轮我们要去仔细地找 就是这个毒药是为什么会出现 然后是谁知道这个毒药 我现在要投票了 我现在要投票了 好 芝麻开门 好 我要投 公主 公主这是你的吗 什么 我终于出来了 是不是有人以为那个药是要给国王吃的 所以吓在里面 那这就是误杀 怎么有那么多人要杀我 变红是怎么样 变红 找到直接证据了 成立了 这就是我 就这件事 你们说到这样 我没有任何可以反驳的东西 天啊 我的天啊 用大小盲卡 免流量 送货源 随时随地想看就看 令人申请 月租低至9元起 更有免费送卡到家 首席社交媒体 微博 制定粉丝互动社区 贴吧 官方战略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深度合作媒体 网易娱乐 首席推广媒体 一点资讯 特别网咖合作 杰拉网咖 合作新闻客户端 人民日报客户端 UC头条 去头条 Zucker 特别合作 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QQ空间 QQ兴趣部罗 前程无忧 谁说卧底狼人杀 玩吧 合作支持 天启通 WiFi万能钥匙 掌月 51GIF 风行 咪咕灵溪 卓游志 超级星饭团 第一视频 第一视频VR 网络支持平台 百度百科 360影视 好123 QQ浏览器 114拉 新冠高清影视 酷狗音乐 考拉FM 九阳桌面 互动百科 黄历天气 斗米兼职 Donews 保约 灵感 互动解密 会算账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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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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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的拍照手机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有没有前后2000万拿好意思来破案OPPO21s拍照手机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半暗脑洞大开感谢酷到没朋友的音乐短视频抖音APP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是伟大的芒果国魏国王的生日 啊 不 是我的寂寞 你就是赠我的美 这公路虽然是你女儿吗 我觉得佛拉尔是带着萨妻的孩子跟国王在一起的 爸爸 你骗了我 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想要杀王后的人出现了 我说我们的小王子的套路可不是一般深啊 有一个叫星空粉的东西 参加舞会那天我是随身带在身上的 正准备下手的时候皇后死了 会不会是因为有人想杀她 结果把皇后给堵死了 OK芝麻开门 啊 我要投 啊 哇 哇 决烈了走开 走开讨厌你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王子 好 来搜身 搜身 搜身啊搜身 看一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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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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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王后的脸画了叉 不是我画的 公主画的 什么东西啊 这个我知道在哪有 哪里 这个在王后的那个锅里 熬掉锅里 这什么东西快说 这是一种补药叫千补碎 我带来是给公主补身体的 因为她和王子回到了城堡之后 我很挂念公主 我就在今天十一点钟 想把这个补药给她 结果她打开窗户哭着说 我恨王后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就把这张纸条扔出来了 我现在明白 她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 让我内心生疼气 保护她的欲望 然后下毒手去去对付皇后 但是我也没有说让你杀了她 对吧 那你扔这条啥意思啊 鬼念 没事没事 你们两个去旁边场 我怎么教育她 我一小矮人 我有本领教育谁啊 奇怪 这个戒指好像可以打开 对 我的天哪 是那个粉吗 对 星空粉 天哪 你有星空粉 对 那你也有嫌疑 我从镜子被打碎 解除封印出来之后 我没有机会再去找新的药 什么之类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 作为魔法师随身会携带的 我刚碰到了 我会不会死 不会 要遇到水才会死 七秒就会 好 七 八 六 好了 但是你刚刚看到了 她是封好的 我没有用这个 但是我要坦白讲 如果 我今天跟王后 讲明了我的身份 她还不跟我走的话 我就会 毒掉国王 所以你想杀的是国王 现在还没有想要杀她 因为我的第一计划 是带着王后远走口飞 怎么没有那么多人 要杀我 好 好 来 你们其他人去收吧 公主留着 我现在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呀 知道吗 好 像这样子 用力地抖 用力地抖 抖不然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证据 抖出来 抖抖抖抖抖抖抖 抖音越玩越嗨 犯案 脑洞大开 再继续抖 没有证据 好 走吧 不要以为 只有王后才有会说话的镜子 我也有会说话的 OPPOR17 OPPO 用你前后两千万的像素告诉我 本公主是不是这世界上最美的人 谢谢OPPO21S 我已经知道了 公主 公主 公主这是你的吗 这是那个王后送你的霸占吗 是 所以是你打碎的镜子 对 对 这个是那个宴会的安排 然后这个 但不对啊 这是二一七年 这是大半年 这是大的 有没有今天派对的流程 有没有今天派对的流程 这这这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来来来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什么东西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魏国王制祝酒瓷 我下午彩排的时候就是国王制祝酒瓷 谁改的为什么会改 OPPO21S 咒语是 只要对他大声的念出OPPO21S便可呈现 快快画 现在没有OPPO21S办案你都不好意思 要念什么 来 OPPO2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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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 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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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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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法师让我务必要转告您 请一定要保护好 被封印在神灯里的真国王 不要让灯神假扮的贾国王知道 您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贾国王 万事小心 是贾国王 再来一遍 没听明白 我听明白了 请务必保护好 被灯神封印在神灯里的真国王 不要被灯神假扮的贾国王 发现 作欺骗 并且不要让他知道 你知道了这一切 你是灯神吗 我可以满足你们三个月吗 真的 告诉我凶小日人 太好了 让我长高使你 是这样 四个月前 我被这个国王从神灯里召唤出来 一般的套路你们都懂的 我出来 好好好 等一下 要错那个 来 你要出来 你先当那个神灯 我假装这些神灯 对 神灯 神灯 灯神啊 灯神 你们都那么爱意 你神灯啊 你快点出来吧 还受别人爱意 周围神 张神啊 灯神啊 灯神 麻烦你再回去吧 为什么我出来就没有这种艺术性的条段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我就看到国王是披金带银 带着各种玉器宝器 他居然跟我说 没事 你回去吧 我什么都不需要 怎么能有这种套路呢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可能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周围 他确实是什么都不需要 这个时候我就起了邪心 我是觉得 我当几辈子的灯神 也没有当一辈子的国王 来得开心 所以我就这个化身 你就完成了 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 对 我就把它封印进了神灯 然后自己当成国王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四个月前 当我决定 要把自己从神灯里拖出来之后 我就没有任何法力了 我出来之后 就变成一个普通人了 那他为什么说 不让让你发现呢 这个上面 天呐 他发现了 所以你就非常有可能要杀他了 对啊 那神灯呢 为什么你们在我的那个房间里 看到那个时间表 本来是我要上台住酒瓷的 但是我下午突然发现 我的神灯没有了 所以我当时非常心慌 我就还怕大家知道 我这个秘密 所以我就临时把王后叫来 说你来帮我说这个住酒瓷 所以你是知道 你俩的顺序调换 我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其他还有镜子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原来应该是国王致辞 我不知道换成了王后 所以现在这个假设基本成立了 真正要杀的人是国王 是国王 没有 这里 真的被你翻到的 在哪儿啊 花里面吗 魏魁找钥匙炽太厉害了 快开了 开开了 灯 天啊 我不能灯 在这 国王在里面 国王 他好好保护 对 你看这写了一个 一旦灯神离开神灯 将成为法力全无的人类 所以我就还怕他们发现我 你现在又恢复法力了 因为神灯找到了 不 我只要一出来就没有法力了 有东西吗 有夹层 哇 这么复杂 太酷了 哇 国王在午时中进行 要把流汗过多感染风寒 噢 我的陛下 你必须喝完后 服用一颗 sweet sweet的 sugar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知道我生病了 变红是怎么样 变红 变红 嗯 你在哪儿弄的变红啊 啥变红啊 熬药的瓦 熬药的瓦 那是别的毒 那肯定是别的毒 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毒上面 哎 对了王子 王子 喂 你刚才说红色是在什么地方弄出来的 就是在药里面的毒 对 药锅里面 那个药是王后吃还是国王吃的 我知道是王后吃 但是国王是一直在吃药的 别人是不知道的吧 你们你知道王后要吃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王后要吃药 我只知道我要吃药 她给我 所以原来是王后给国王炖药 因为国王一直在吃药 是不是有人以为那个药是要给国王吃的 所以下在里面了 那这就是误杀 对吧 那问题是谁下的这个毒呢 我个人认为啊 有两个人同时作案 一个人是在酒杯里放了毒 是蓝色的那个毒 另外一个人是在药里放了毒 是红色的那个毒 但是现在就要看 王后到底死的是哪一个毒 找到了 拍拍草 摇晃不停 小黄花 遇到摩摩达毒 变红色 摩摩达毒 就是摩摩达 找摩摩达毒 摩摩达花 是一种岩石剧毒 中毒者三十分钟左右 必死无疑 死者颈部周围会出现类似 吻痕的红色痕迹 那就一定是摩摩达毒 排除了星空粉 对 摩摩达花毒是在谁呢 摩摩达花就是现在是证明是有人在 在药里面下了摩摩达 所以证明目前肯定是有两个人下了毒 对 但是下星空粉的那个人 还没来得及毒死皇后 皇后就死于摩摩达了 但是摩摩达有个特性是三十分钟之后 所以说是三十分钟之前 之前 对 那就是六点以前 有人把那个毒放到了那个汤里 药里 嗯 谁进去过那个房间 我从来没进去过 公主 公主进去过 公主 公主 过来 你去砸那个镜子是为什么 你五点钟去砸那个镜子 是四点钟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说有个首饰让我去取 到那个时候我看完之后 我说什么晚上啪把镜子砸碎了 我就走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 我砸碎镜子之前你能不能出来 出不来 你一定是不能的 不能 而且你砸镜子之后 我昏迷了五分钟 我才醒的 你醒过来之后房间里没人 没有人 所以他俩都有单独在房间的时间 如果能锁定那个汤是唯一的一个有毒药的东西 那就好办了 就看谁接触过汤 都有谁知道国王要吃药 对 走吧 一对一吧 OPPO 21S拍照手机 前后两千万 真相更清晰 侦探一对一神问 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 你知道国王跟皇后都要吃药 我只知道国王要吃药 我不知道皇后要吃药 所以你有可能把你要行凶的方式放在药里 嗯 也是有可能 嗯 是吗 嗯 所以好吧 下一个吧 你去叫那个河吧 好 和贺 哎 和贺 叫我是吗 对 现在有一个红色的毒跟那个蓝色的毒 你有蓝色的 我有蓝色的 我现在比较怀疑的一个是公主 因为公主有去过那个房间 嗯 而且呢在我被敲碎 和我变成人形这个中间 有五分钟我是昏迷的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公主做了手脚 嗯 然后呢公主是要杀的是国王 因为她不知道王后要喝药 只是误杀了王后 好 我知道了 你要找谁 嗯 找萨好了 加油 好烦啊 打萨 干我了吗 对 我要先问 你快坐 你有什么事没交代的 我是想在今天晚上所有的舞会结束完以后 偷偷潜入她的卧室掐死她 就是你要保护你的女儿 对啊 那你知道 皇后或是国王要喝药吗 我不知道 我是今天刚到王宫来的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这里面最干净的一个人 我们梳理一下几个人的杀人动机 对 国王的杀人动机 因为他没有了神灯 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所以他怕皇后发现他这个秘密 他有可能要除掉皇后 所以他的杀人动机是要杀皇后 对 而王子 他的杀人动机是要杀国王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酒杯上 下的那个毒 就是白色的星空粉那个毒 是王子下的 他以为是国王上台演讲 误杀 但是没想到突然换了皇后 王子可能下了星空粉 星空粉也被皇后喝了 但是就在星空粉 正准备发作的时候 皇后先被摸摸哒给毒死了 所以就看谁 能够在六点钟 让皇后喝药 那你觉得谁就 公主和 跟 我觉得在 我觉得在公主和 和神蜜之间 应该有一个 好 知道了 你去帮我找一下胃的房间 找毒药是吗 对 好 王后喝 这是王后的吃药的呀 需要喝补药千补碎调养 主要需要精心熬煮两个小时 变成透红色液体 然后服用 就是这个东西 对 我的天啊 嗨 王子 我来了 我先问你 你怎么多了一个皇冠 好看 你要变国王了是不是 红色的毒跟蓝色的毒 你有哪一个 我有蓝色的 你有蓝色的 红色的你没有 红色的没有 你也不知道红色的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有想过 要怎么杀掉国王吗 我就是把那个蓝色毒 随身揣在身上 就是找机会 对 找机会 但是我还没有用 王后就死了 那你知道皇后要喝药吗 皇后要喝药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国王要喝药 我知道国王要喝药 那你现在最怀疑谁 我就怀疑公主吧 我发现一个什么东东 在他的床底下 这看颜色有点像 宝贝 宝贝 验一下 应该不出所料吧 默默的 红的吧 默默的 在他床底下 谁床底下 公主床 找到直接证据了 现在这是我们发现的 唯一的默默的 首先呢我是要杀他 我要杀国王 这是一定的 十点十分之后 王后给我药单 说你一直在吃药 然后那个时候 我想拿摩托达毒死你 你看这个故事 我能不能说得通 你想杀国王 对 但是你后来 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 国王每天吃的药 是王后在熬 我不知道 所以 你到这来 而王后那个时候正在熬药 你来的时候是四点 国王是要六点钟吃药 你知道他六点钟吃药 然后六点半钟 会上台演讲 对不对 不不不 我来的时候是五点 然后他正好昏迷五分钟 我正好把药一下 然后我走 就想让他死 结果他误喝了 成立了 这就是我 对啊 哪里 默默搭在哪 是默默搭吗 是默默搭吗 他有承认吗 不可能 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那我要是 那你的 你的反驳是什么 就这件事 你们说到这样 我没有任何可以反驳的东西 没事 你有没有往汤里下药 我没有往汤里下药 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个汤在哪 好 没事 我们先集中讨论吧 现在问题是 杯子的里面没有毒 毒是在杯子的外面 皇后刚好拿了那一杯 不管今天他是不是死于星空粉 他为什么会这么刚好 就拿到有毒的那一杯 除非是 毒是在地毯上 或是在手上 但是 但那个星空粉一定也是有人放的 对 现在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就是 王后一定是被 那个 摸摸杀 毒死的 对吧 毒死的 所以谁下着星空粉的鼓 现在可以承认了 你不是此案的凶手 有人 有吗 但我觉得现在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要赌王后 一个是要赌国王 但是误杀了皇后 我觉得他有可能要杀国王皇后了 要双杀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想 今天晚上要治这个人的死地 就是双保险 我补充一点 刚才我彩排完了之后回到房间 我就睡着了 所以其实留给大家都有空间进入房间 找药的事情 所以你是知道那个药是要皇后吃的 那我们现在要让公主说呗 三点的时候 我去国王的房间里找药单 我就知道他吃药的时间了 然后四点的时候我收到了那个王后说 给我一个 好的一个投差 然后说可以抢到C位 然后我五点的时候 我这个批出一句话 就首先你是有摸摸单了 对 三点找到药单 然后皇后四点钟让你去 房间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时候你就下了药 因为皇后的药单 说上面写了 药要熬两个小时 所以说熬两个小时之后 正好就六点钟 他四点钟给我的药单 我五点钟去了 我不是四点钟去了 我为什么会还是有点怀疑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药要熬两个小时 他五点去了 药一定是在五点熬的 首先我不知道 他这个药是在哪儿熬 我如果是去下药的话 或者是 那我除非是我扔完镜子之后 我发现 哎 这有一个药 把我的摸摸哒正好戴上 身上我就下进去了 然后五点五十的时候 我去厨房找了给父亲熬的那个药 我没有找到 所以肯定不是我 我很确信 我现在最怀疑是何 你为什么怀疑他 因为其他人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最后怀疑 那他为什么要杀皇后 他爱皇后爱到那个程度 他想杀国王 都是无杀 但他知道那个药是皇后吃 但是凶手是可以撒谎的 我现在仍然还是在 何神秘和公主之间 因为何神秘所有的描述都没有办法印证 就是他作为一个镜子 他能看到什么 不能看到什么 因为他刚才说 他还有睡觉的时候 就所以他有些信息知道 有些信息不知道 我们没法去印证他 不然我就太干净了 所以我要拿我摸摸哒的那个小 每个人拿的 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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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身上 在他刚才接触的地方 看看能不能释出来摸摸哒的毒 那要不然在他身上有摸摸哒 或者是在那布袋子有摸摸哒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今天是被意外地打碎的 这个打碎是一个随机的 那他有可能去了看着 简子不喜欢扔在地上 他不会碎 他今天没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我刚才分析了一圈 我觉得这样的 就是公主和王子的 杀我的动机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篡位 刚刚说的都说得过去 所以我还要再想一想 好 投票吧 王子就要有气势 我就是想要打碎 你先打碎 你先打碎 开 酷得很 我的方向就是 谁恨国王 谁想杀国王 那就是误杀皇后的人 那现在想杀国王的人 就有魏公主和和和 因为魏公主很多迹象 第一是他有磨磨打粉 第二是他有杀国王的动机 第三是他知道国王喝药的时间 而且他还进过王后的房间 所以说我是一个相信证据的人 虽然他是我的公主 但是我还是选择把这一票投给他 所以我还是会怀疑公主 所以我还是会怀疑公主 是要煮给国王吃的 他如果这么说我可以相信 但是他说没看到这个药 我就觉得他有点撇得太轻了 所以我还是会怀疑公主 偷个公主 开门 开门 难道这一票 只能投给我自己了吗 我觉得他们几个人 中间的一定有人也用过某某大拨 比较可疑的就是喝喝 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到底知不知道那是王后 要自己喝的药 所以我只能很抱歉地投给 王子是我第一个排除 卫公主不像在撒谎 所以现在我的怀疑对象 反而是在卫国王和和和之间 凶手用了两种毒药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凶手 想要同时除掉国王和王后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想采用双保险的手法 他要确保这个人 无论如何都会死 就是这个事 猜一回 此上最難的一集 我現在還沒有想好要投誰 我現在有兩個人選 但是 我要相信真誠說謊的人呢 還是 其實他就說了謊的人呢 好吧 拜託不要偷錯 有一種不相的語感 公佈吧 明星角色扮演推理遊戲 明星大偵探第三季第二案 暗黑童話中 獲得最多指控的嫌疑人 到底是誰 現在公開投票結果 首先公開獲得零票的 安全玩家 獲得零票的是 王子 恭喜 除了王子之外 還有一位玩家獲得零票 他就是 撒七 恭喜兩位 嫌疑解除 接下來要公佈獲得一票的玩家 獲得零票的玩家是 奉國王 誰投你 笨子 就是你啊 就是我投了你 我這個笨蛋 剩下的兩位玩家 何赫和蔚公主 請往前一步 就是我投了你 就說我投了你 那就是我投了你 你们两位 评票了 我更认为还是神秘的镜子 在这个镜子背后 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还是投胎吧 因为侦探第一票投给了魏国王 所以侦探在两位玩家中 做出选择 被侦探选中的玩家 将近投资录 会怎么 我真的是一个心里非常阴暗的心机 你知道那个钥匙熬以后 我就睡着 你什么时候知道 什么时候不知道 对了 这就是我 为什么是我 因为只有皇后吃药这件事情 没有人可以证明 如果你们执任成功 投对的玩家将保留您的镜条 我还是你吧 侦探若两次投票均正确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镜条 投错的玩家 以及被抓获的真凶 请将金条归还 如果和和不是真正的凶手 那么真正的凶手 将获得全部六根金条 活着他吧 被执任的和和 他真的是杀人凶手吗 真的是他杀了人吗 OPPO 21S清晰时刻 现在我宣布 各位检举犯人 成功 成功 你是不是说了一个谎 你有说了一个谎 不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说了一个谎 我不是说了一个谎 说了一个方法 对 二号一号 爸爸来了 我带着你走 下面请水宝王 杨夺冠 杨夺冠 你先停住 先不要动 我有事情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说了一个好 是什么 我想知道 其实我是 就是六点十分来 就看秀在这的时候 六点三十以前 我才听到仆人们在后面议论 说今天那个好奇怪 不是国王吃药 是皇后吃药 所以你看我就说 他关于吃药的信息 我没法判断他真假 所以你不小心放错了药 请投队的玩家 拿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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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医宝宝 道别棒 你很棒 很厉害 咱们破镜重圆 我把镜子给你沾回去 拜拜 镜哥哥 拜拜 镜哥哥 再见 拜拜 既我被封印在镜子里之后 又被关在笼子里了 人生真是太悲惨了 人生真是太悲惨了 我是一个被封印在镜子里的黑魔法师 王后是我最爱的人 而我最恨的人 却是他最爱的人 博王 博王你来啦 怎么样 鲜皮鲜花 好漂亮的鲜花呀 站住 好漂亮的鲜皮鲜花 好漂亮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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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我在 我的王后 我不小心摔倒 流产了 你说我还会再怀上孩子吗 我最亲爱的王后 你放心吧 会 听说国王 很不开心 你说他还会不会来看我 你不要来看你 他会来看你 如果有一天我来做镜子里之后 我一定会受到我 就不想害怕 我 就不想害怕 我 幸远山 广州 有 过度 给我 坊 花军 这 他的 他 天生就应该 站在哪 的 对 这彩排什么时候结束啊 这镜子快沉死了 怎么还有这么久 我先睡一会儿 这镜子太沉了 谁要带这么丑的首饰啊 怎么会是发生了什么呀 就是啊 我 我还活这么了 这不是很酷的环境 原来打碗镜子就有东西一样 王后在哪儿 这个呢 是火 尿的一样 医生说 尿要在六五十分 尊重的一样 不能过早 也不能过晚 记得提醒国王 一定要准时喝 这肯定是王后给过王后的药 这一定是上天给我的机会 王后 等一切都结束了 我就带你离开了 他能够住这词的时候 但是为他偶遥的皇后会被怀疑 我把星空封撒在地堂上 为国王倒地时 酒杯和桑水 能救救一种 从星空坊 那么大家就会认为 国王是被毒者毒死的 绝不会怀疑到 王后生存的权 如果我们就会认为 我们就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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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为 我像邻居 到处打听我的 哈皮 大哥他丈夫 耳花不说带我走 订了餐厅 只会刷在我家门口 高败有灵感 牛排 牛排 独身发分手 boy 从猫密聊到 战场游戏 我们的国王真的太喜欢在大铁了 我们的国王真的太喜欢在大铁了 反而是王后 身体不好还要给国王熬药 听说他今天都熬不住了 自己熬了千里醉 喝了才过来的 什么 我们国王今天没有喝药 那么要是王后给自己熬的了 不可能 现在有请王后为我们蜘蛛酒丝 蜘蛛酒丝的人 换是王后了吗 作为国王心爱的妻子 我衷心地祝福他 越来越 handsome 越来越 strong 越来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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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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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iesen條》 묵靜 摩靜 你在嗎 摩靜 太可愛了 我會生一個男孩 还是女孩呢 我希望是个女孩 像你一样美丽 魔镜魔镜 请你告诉我 谁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人呢 她最亲爱的我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孩 没有人比你更美 我明明已经找到了 神明珠的光 为什么还要 马上过去的黑暗不放 如果放弃香味果 直接带着神黄鹏离开 这一切就不会放手 她就能依旧好好地活着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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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留下很多遗憾 你别有遗憾 玩得很好 我觉得我玩得很好 真的玩得很好 但是有一点 我们到现在没刚好 你为啥把两种毒下去 其实就是想要造成一个障眼法 我想的就是让她倒在地上的时候 撒在了地毯上 然后因为那是短时间的致命的 所以就让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想 她是不是被这个毒 就以为是星空本了 对 但是呢 于是就会忽略真正的半个小时之前 其实你根本就没想 杀两个人或者什么 什么都没有 那你当下有没有觉得 你杀错了 你很痛心 你崩溃了 我崩溃了 我当时已经崩了 我觉得她也是很痛心的 非常痛心 你只有眼睁睁的看着她 其实我是硬撑着玩的这一期 我整个人心是碎的咪咪碎 碎的就跟那个镜子一样吗 就是跟那个镜子一样 她哭哭馒头了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真的所有这个再一次证明不要干会事 因为有可能会伤了你最爱的人 真的 误杀 真的 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期的故事 会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 市井霓虹的那扇门里 飘逸着食物烫煮的香气 这里收藏着平凡的故事 也掩藏着罪恶的过往 当这扇门再次被打开 却发现店中命丧如此 嫌疑人一一锁定 未来不是梦 老板 情意摆中间 龙哥 障碍掌门人 发廊 全都是泡沫 小妹 药多惨有多惨 外卖 孤独的美食家 孤独 究竟谁才是寻物而来的 独命杀手 现在 请各位玩家开始出取角色卡 你你去选小妹吧 你就延续你的女性角色 我真的不要 你要 我不要 你要你今天玩的这么好 我问你说你今天这个造型 可以掩盖你很多的那个慌乱 他今天整个有一种理直气质 如果想要延续今天的 这个气质应该是要多惨 有多惨 本身就长成这样 还被人怀疑 你先去选吧 我去呀那个 要多惨有多惨 要多惨 你真的要选要多惨 我就必须选要多惨 我看看我还能够多惨 他确实有外卖的气质 他确实他是你看 你看他拿东西你看 你来签个字 是你的那个快递的好了 好 你好 是您点的三分天入定七分靠打拼的马兰山鸡尾酒吗 太怕了 太怕了 脚都夹紧了 太怕了 你用个男人的声音喊一次 再打 多惨几下 他一刀 哎呦 哎呦 给你挖入之后 然后我不听了 山马特山马特 先吹 有的时候我分不清 咖啡和奶茶的区别 我分不清面包和油条的区别 我分 我真的分不清 我是一个傻白甜 那鬼哥在 鬼哥今天侦探好棒 挑战一下你的演技 对 真的很棒 你再抽一个侦探好了 霸郎和小妹 我觉得侦探太瘦脑了 小妹吧 小妹 我不想当小妹 你想当什么 我想当 障碍 障碍掌门人 这位打翻了调色盘的朋友 干嘛 叛逆少女就是我本人 难过 什么都行 这位是小妹 你 这是我借过 三季了 借过最大的表演 你说我发行有些老徒 你这样子真的非常的可爱 很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来来 起来对你 我的眼泪都变成了血 我是她的女儿 松木框端起 厉财子汉堡面 我想你说的就是我了吧 我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呀 没有你的马克 小心小心 那我选一个什么呢 小妹 晨晨 晨晨 咱俩这期一个镜子一个灯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 仔细想想晨晨晨晨 从这季开始明灯改人了 这是真的明灯 哎呀 而且还是神灯 我选个老板吧 好不好 你别着急 我马上派我的司机过来接你啊 什么 不是开车的司机 是私人飞机 是私人飞机的司机 好不好 我就是改变中国商业未来的创业精心 我叫未来 就这个地方你们可能无所谓 但是我真的是坐不下去 所以就到我那个360度的江景堂去吧 有吃有吃 360度江景堂 怎么错 还有人永远十八岁呢 金天亮肯定不会飘起来的 这个确实是 肯定会飘的 这条我是买了好几条 连在一起的 你可不可以学学我 我只骗自己 你是当完国王当老板 你是到我们来找人生招货的感觉 咱俩一起去吧 我的气质很显然 我的气质很显然 这么忧郁是吧 孤独 龙哥 孤独被他拿了 因为我不能选小妹啊 你要选龙哥 这个也挺好 情意摆中间 寻找妻子 两姑女儿 你家出自时 身穿碎花白痴衣 抬裤子 江湖上呢 看得起我的就叫我一声龙哥 但是到现在也没人这么叫过 啊 因为都看不起你 我跟你说了 我以前是个公臣 你不是叫 你以前应该叫龙头啊 不然从砖头变成水龙头啊 我也怕警察啊 为啥 我那个电动车没有牌照啊 从来出现在我们眼睛的上来嘛 对啊 人太肯定了 有刺客 我现在不会懂 不是 我就拿抢钱 我会让你求着我杀了你 不是啊 发财了 二十 发发发发发发发 说我厉害吗 请说我厉害吗 哦 哇哦 哎呀 真烫麻辣大 哇哦 今天就这家吧 我只是个美食家 我又不是个主持人 麻辣烫和什么最配呢 嗯 我觉得应该是鸡尾酒 我都有江景房 我会投资一个是小麻辣烫吗 投资一个麻辣烫店怎么了 我投资了 我投资了 我懂了 睡眠关系 无此油腻 我们好人都是不怕警察的 我们看到警察都有一种安全感 你再哭 再哭警察叔叔把你抓走了 同没计划 拿着麻袋行 哎 哎 哎 这两个是谁 人生充满bug的人 要多惨有多惨 外卖我不要 从外卖 孤独的美食家 哎这个还不错 我喜欢 小妹 那我是不是只能 挑这个了 因为这是女孩子 画廊 那我挑这个 全都是泡沫 唱不下去了 我看一下 万一我是凶手 我就惨了 其实我蛮想当凶手的 毕竟六根筋条呢 哼 哼 如愿的 这地方太脏了 我不能过去 我这写小羊皮底的 很容易弄脏的 我是欧小妹 看我这身材 看我这样貌 看我过上的生活就知道 我这样的 是别人羡慕不来的 哎呀 人家这个鞋 是小羊皮底的 不能碰到水 骗我 他从头到尾就是个大骗子 你自己也差不多少 一百多块钱 你骗我是二十克拉的钻石 你怎么回事 到时候给你买一个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在骗我 你都是在骗我 脱掉 脱掉 你还是这声好看 哇哦 泡沫 全都是泡沫 全像一身滑火 小小气 你喜欢我 也不是喜欢我的钱 是我喜欢我的才华 谁说我的 我喜欢的就是你的钱 你没有钱 我还给你谈什么感情 多伤钱啊 我要给你分手 在打开自己的角色卡之前 我们首先来听听看 萨萨的传统笑声 一二三 哦 她是侦探 我还想再玩一次 是凶手那个翻翻盘 那我是侦探了 希望可以投队啊 这一次 好 那我们就大家加油 期待下一案 相信应该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市井故事 好不好 谢谢 好 那我来感谢一下 我们的合作伙伴 首先要感谢明星大侦探 第三季独家冠名商 没有前后两千万 哪好意思 来破案 Oppo R11S拍照手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奥峰 抖音越玩越嗨 半案脑洞大开 我们感谢库道没朋友的 音乐短视频 抖音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抖音 感谢 断岸喝怡保真凶 跑不了的新纯净 情质美的怡保纯净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怡保宝 感谢 拍视频就能赚钱的 神奇APP 火山小视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又来了 感谢吃一口 没有子的天欧乌和寒话煤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 来吧 我们一起收拾口号 好吧 来吧 明星大真态 大白吧 真相 我是Oppo哥王王主要面子 是过了 Oppo 前后两天的像素告诉 本公主是不是在世界上最美的 我总得要面子 她们 现在 是不是在世界上最�� 的 通过以后的故事来告诉你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的故事 通过被带给我们很多人好 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就好像说 52日的时候 去牛仔就是期待我 然后 你才身体能够变成一个想要的那样子 到过了小孩 长大把同情话从前 从后来往后 往人类都不怕出来了 这个世界就是 就是不想管理的 所以不会说提让他去看 通过最美好的结局 王子彤 齐了白马 到了这种状态的心理 即是同怀虐 这种状态 那些状态 这些状态是 在看通过之后 我们的道理 对于王子彤 这种判断 去理解这些状态 这些状态 限制状态 从此而言 这是迺 Jen 这种状态 可以限制深入 但是我们可以限制感到的 在什么状态 就是在这种状态 没有新冠状态 是自己状态 的年轻人 和上年轻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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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